健保大戰 歐巴馬 拉穆尼和萊恩厮殺 當喬拜登忙著嚇跑選民的時候 歐巴馬和拉穆尼也忙著用健保嚇跑老人們 誰才是健保大騙子呢 第一 萊恩不會用P90X健身DVD取代健保 他也不會將老人們推落懸崖 事實上55歲以下的老人還是可以繼續享受健保 而55歲以下的在2023年將能夠拿到健保券 健保券能支付健保或私人診療 萊恩希望用競爭力以及市場力量來降低支出 並省下7000億美元 達姆尼同時指控歐巴馬搶了7160億美元來支付歐巴馬健保 事實上歐巴馬健保在未來10年內 將健保體系中的7160億美元中部分的錢拿來補貼歐巴馬健保 但說實在的老人就是很花錢 倒不如把他們送到外太空吧 俄伯州我們可以讓他們在火星上定居 這樣子就再也不用擔心要怎麼把他們弄回地球了 誰才是健保大騙子 歐巴馬還是拉姆尼 留言告訴我們吧 Woohoo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